亲爱的弟兄姐妹 欢迎各位参加总会大会 非常开心能与各位共聚一堂 过去六个月来 我几乎无时不刻不惦记着你们 一直为关于你们的事祈求 并且为你们祈祷 最近几周 我一直热切祈祷 祈求这次大会能成为 省思和启示的时刻 让寻求这些祝福的人 都能如愿以偿 我很高兴能再次在会议中心 对各位演讲 大部分的座位 人空无一人 但有大会堂唱师般的一些成员 在现场 算是向前跨出美好的一步 我们要欢迎大家参加这场 以线上直播为主的大会 不论你们身在何处 目前我们仍在因应2019冠状病毒病 及其变种病毒株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我们感谢各位听从我们的劝告 以及听从你们所在社区 医疗专家和政府官员的忠告 每次的总会大会都是按照主的指示召开的 只是多年来 形势有些变化 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总会大会历时三或四天 后来则缩短为两天 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每个信息都是热切祈祷 和许多灵性准备的结果 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和总会职员演讲时 会将信息的重点放在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祂的慈悲和祂无限的救赎大能上 指世界有史以来 认识救主这件事 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对个人如此重要 与每个人类的灵魂如此修气相关 想象一下 如果所有的人都选择跟随耶稣基督 并听从祂的教导 那么世界各地的严重冲突 以及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冲突 会多么快地得到解决 秉持着这样的精神 我要邀请各位在这次大会中 仔细听三件事 也就是纯正的真理 纯正的基督教义 以及纯正的启示 与某些人的怀疑恰恰相反 是非对错确实存在 也确实有绝对的真理 以及永恒的真理 我们这时代的一大灾祸 就是知道到哪里找真理的人太少了 我可以向各位保证 你们在今天和明天听到的 将是纯正的真理 基督纯正的教义强而有力 凡了解并努力在生活中实践着教义的 生命都将因此改观 基督的教义帮助我们找到圣约的道路 并留在圣约的道路上 这条道路虽小 但清楚明确 留在这条道路上 最终会让我们有资格 获得神所有的一切 没有任何事 比天父所有的 更有价值 最后 回答你心中疑问的纯正启示 将会让你在这次的大会收获良多 永难忘怀 如果你尚未寻求圣灵的施助 来帮助你 聆听主 希望你在这两天听到什么 我邀请你现在就这么做 请让这次的大会成为 保祥主信息的时刻 主会透过他的仆人传达信息 要学习将这些信息运用到生活中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我们是他的约明 主已宣告 他会按时间加快他的事工 他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这么做 我们非常荣幸 能参与他的事工 我求神赐福给所有正在寻求 更多的光 知识和真理的人 我向各位表达我的爱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Thank you 中文字幕 李宗盛